那... 發現我們有唱個新專輯 好痛 這張專輯 怎麼講 就是 開始想要做一點 新的 嘗試嗎 應該是說就是 我之前都有把它分的比較好看 就是TOMICA是TOMICA的風格 然後SOLO是SOLO的風格 然後因為我們 之間還有跟很多不同的樂手合作 然後我們外 一些類似FiveRod的動作 上 之前跟BANBAN有另外一套 然後之類 這種炸七炸八的東西很多 然後這張專輯 開始我就想說 因為我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好 浪費嗎 就是 年紀大 我現在想說專輯就是 有點像是 放鬆 精神力去 做好一件事情的感覺 所以 當專輯開始 我就找一些新的樂手 看網路上 正面一些新的 團員 我就想說 用一個 真實的 正統 然後把 我想要 做的東西 盡力去做做看 因為我也不確定 是不是真的可以 做到 想像中的地上 音樂的樣子 對 但是 想說就還是 做得快 所以這張專輯的東西 它其實 一半是 可以solo表現出來 然後另外一半 有希望是 你們各位看到它的樣子是 樂團的形式 會比較完整 然後 其中也有季秀歌 演唱 我覺得還是可以用solo的方式 演唱 但是我覺得那個 震撼 就是 就是 還是樂團的版本 會比較 比較帥一點 對 但是 總之 我覺得之後 我們應該會有 機會就是 可以看到 一個樂團的樣子 然後 我現在就先用solo的方式表演 給各位看 然後 然後 最後一發 發行 不到一個月 然後 前幾個月 陸續有發一些歌 在 YouTube上 然後有些比較簡單的影片 有些比較 永遠在流浪 然後 現在要唱 這個小數 專制的台語 歌曲 叫PASS